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都变胖了 会发生些什么搞笑的事情 这是一只300斤重的猎豹 以每小时80米的速度 追赶一只同样300斤的羚羊 看样子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两只肥胖的生物由于四只过分的短小 根本撑不起起巨胖圆润的身躯 双双跌落在地 我说豹仔 你的这么胖了 真的需要再啃一只羚羊吗 一个字 绝 这是一群300斤重的斑马 看得出来他们此时神情非常紧张 因为在这样的小溪流中 随时会遇到野兽的奇迹 注意看水中冒起了气泡 果然一只300斤重的鳄鱼浮出水面 斑马们被吓得不轻 翻起了肚皮 不出意外的话 有一只斑马死定了 但不是被鳄鱼咬死的 可能是喝水葬死的 很明显这是一只300斤重的长颈鹿 这脖子的长度快赶上肚皮的厚度了 它正在水池边想要喝水 此时长颇与水面的距离 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尽管长颇鹿已经把头埋得很低了 甚至生出了长蛇 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 又一只长颇鹿被水淹死了 短片是肥胖多不世界 喜欢的小版可以去看看